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们可以重组领受恩典的日子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没有放松 我们非常高兴要来到他面前敬拜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病情这样的疫情 把大家的生活步调都搞乱了 我们聚会的步调也都乱了 所以能够在这里祷告 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这一次因为这样的疫情 一定也带给我们不少属灵上的功课 我们发现只要有主耶稣 大概一切都没问题才对 一切要有惊无险 就要这样的通过 下午我就来讲这个题目 就是心灵深处真平安 信主的人在心灵深处有真平安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一定要你的信仰 有达到一个标准 属灵的品质有不断的提升 这样子才有办法达到心灵深处 真平安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列王记下四章 第二段从第八节开始 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就是苏联的妇人 这个苏联的妇人 实在很让我感动 这个妇人 是大妇人家的女主人 这个大妇人家的女主人 她的心灵深处有极大的平安 让我们可以学习 尤其在现在这个疫情肆虐之下 我们心里常常感到不平安 有一点忧虑恐惧 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就是在信仰上怎么样学习 能够达到真平安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四章 从第八节来看一下 有一天 以利沙走到苏联 在那里遇到一个大妇的妇人 强留她吃饭 这个妇人看到神人以利沙 就强留她吃饭 别人怎么不会的 难道说别人招待的不忠 不会是这样 但是客客气气 神人一定先婉拒 但是强留她吃饭 我们这个信仰就是要有这样的特质 接待 我要很热情的接待 接待什么 一 接待神 二 接待人 所以这个教会要学会接待 你一接待 木道者就来了 你没有好好接待 来一次就走了 那个关系好远 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妇人 为什么能够得恩典 她得的恩典很大 她强留以利沙 神人来吃饭 但是她的心里非常圣洁 这才是重点 我们这个信仰 非常单纯 非常圣洁 我们的眼光 仰望天上的神 我们的目光 看弟兄姐妹 看所有的世人 目照朋友 但是要非常的有尺寸 刚刚好 没有预局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人 她接待的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第九节 她告诉她的丈夫 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那个神人 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第九节 但是自己呢 看看自己 她也是一个圣洁的妇人 这样才匹配 相称 我们今天 这个信仰就是要这样 怎么样蒙恩 一定有条件 别人可以从主耶稣 读到恩典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一定有原因 看看自己 配不配得恩 所以这个 苏联的妇人 一开始 就是配得恩的人 这个配得恩是 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品质 就是敬钱 敬钱 如果我们没有敬钱 我们就对神 随随便便 对人 非常的暴躁 常常跟人家吵架 跟人家不合 这个就是什么 敬钱的程度不够 敬钱 才能够得恩 这是首要的条件 所以这个苏联妇人 让我们感动 虽然很有钱 不骄傲 虽然很有钱 他就是爱神 接待人 接待得刚刚好 刚刚好 当然 不是用抓的 强流吃饭 伊丽莎也让他抓不住的 强流 一定是在 言辞上的热忱 那个程度 让人家 能够接受 所以 留下来吃饭 于是 伊丽莎 每从那里经过 就进去吃饭 这个是第八节 讲的 强流 一直到 长流 长居 怎样长居 他进一步 我这个是为神做的 我心里是坦荡荡 所以呢 丈夫也能够信赖 这个苏联的妇人 让丈夫 非常的信赖 所以 他的丈夫 听他的 没问题 他的表现太好了 我可以 第六感 从这个丈夫的第六感 知道 我的太太 没问题 她说 那是圣洁的神人 给他盖个 小阁楼 给他住 这个小阁楼 盖得高高的 这个小阁楼里面 要放什么东西 哇 你看了就感动 第十节 放床铺 床大 桌子 椅子 灯台 哇 我看了以后 感动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就发现 我到处去实习 要接待传道的地方 那个教会 那个传道房 只有一个床部 让你睡觉 我来这里 不是要睡觉的 所以 我这个当传道 到处去 再看 有没有用心 我们这个信仰要很用心 主耶稣在看 他有床部 没有错 这个床 他可以睡 有桌子 太重要 有的没有桌子 他是有床 他 我去里面 不能写字 不能 好好的读圣经 有椅子 应该的 最重要 基本配备 还有 灯台 这个太聪明了 有灯台 晚上 我要挑灯夜站 好好的读圣经 如果没有灯 晚上就睡觉了 对不对 而 我在实习的当中 还发现什么 要有闹钟 要不然 一个心 都放不下 想要睡个午觉 等一下没有起来 怎么办 老鬼老大 这个不行了 所以 要有闹钟 除了闹钟以外 我还发现是什么 吹风机 这个头发不能散乱 对不对 这个是我走过的路 我知道 应该要准备这个 给传道用 不知道你传道房 有没有用到 有没有准备到 这么周全 当然我们每周做得很好 但是 在当时 能够做到像这个苏联富人 这样的配备 一流的 也是一百分 这个算一百分 所以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苏联的富人 品质非常好 敬钱 他的接待 用心 一百分 所以 对神 对人 都是这么样的美好 如果基督徒都这样做 早就吸引好多人来信耶稣了 而不是吵吵闹闹 对不对 来到教会就是 和和乐乐 一见面就是快乐 今天见面就快乐 所以今天 早上可能是分流聚会吧 人少一点 哇 下午 好像大家都恢复出来了 好高兴 我也好高兴 看到你们的脸 彼此都快乐 这就对了 所以 我们就知道 心灵怎么样有真平安 一见面的时候 一讲话 那个忧愁已经不见了 我们把耶稣的平安 迎接到心里 哇 很多时候没有来聚会 丧失了好多恩典跟福气 对不对 所以 每次 只要能聚会 我要去 我要去 所以最近 这个疫情 好多人 没有来 在线上聚会 好像也有他的优点 平常没有聚会 没有时间的 还可以这样做 但是好像没有跟弟兄姐妹讲话 劝切了什么 再来 没有好好的祷告 跟大家一起祷告 那个热量 哇 达到神面前 对不对 我们刚才祷告的声音 我最近都在大同教会祷告 我发现那个大同教会很不错 那个祷告的声音直打云霄 那个感觉 半个小时前就在祷告 我快乐 我也快乐 我赶快去参加 时间到 赶快参加 我也这样 别人也这样 所以 那个 热气 上腾了 太好了 那个感觉不一样 我们今天 能够这样聚会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所以当你这样 在跟神 跟人的一个 交通来往当中 你就发现 很平安 很快乐 因为主耶稣在 弟兄姐妹在 大家都在主里 一家快快乐乐 真是奇妙 结果呢 从强流 变成长柱 长柱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木道者来了 我们强流他 有分寸的 不要得死 得罪人家 刚刚好 好好对待 他就留下来 他留下来 久了以后 就信 就感受到耶稣 他就信 他就藏住 我是这里的一份子 这样子 所以 这个苏联妇人 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十一节开始 以利沙 神人 接受太多的恩典 怎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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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 来这里 受到这么多的恩典 跟福气 叫他的仆人 吉阿西 把苏联妇人叫来 看看他有什么需要 以利沙讲的话 好像怪怪的 他讲了一句什么话 十三节的后半段 你向王 向元帅 有所求的没有 有关政治 有关政治 他要给他 带到那边去 怪怪的 但是 这个苏联的妇人 没有 没有受诱惑 心里头 完全没有什么欲望 他说什么 我没有什么缺陷 我在这里 安居无事 没有事 我也很满意 我自己对自己很满意 你看看 我们信主的人 信到心中 平安 没有什么缺陷 没有缺陷 这是第一次 但是这个以利沙 受到接待 受到接待 想要回报 到底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 你看 用心 用心 没关系 用心就对了 你用心不一定 要表达的到什么程度 主耶稣都知道 你有用心 对不对 你用心那个细节 细节你都知道了 所以太美丽了 就这样 又问 又问 基阿西 有什么需要 基阿西就回答 你看 基阿西 当仆人的料 这个当仆人的料 但是你知道 他有他的缺点 还不够 所以他出问题 这个是到 乃曼元帅那一段 就出了问题 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 所以一个人 他的信仰上 属灵上 有缺欠的时候 一定会在 不知不觉中 出了问题 会显露出来 但是呢 很聪明 所以基阿西很聪明 他说我有观察 就是丈夫老了 这个大富翁 大富人家 老了 但是呢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很有意思 这个是什么 不是他要求的 如果他要求的 那个感觉 还不是很美 而是这个 以利沙先知 好 再一次叫他过来 叫苏联 你看这个苏联妇人 多么 重归重局 他来了 就站在门口 没有进去 没有进去 他就定位在 那个该定之位 那个重归重局 就在那里 门口 等着 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接待你 我没有什么需要 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所以呢 站在门口 这十五节 十五节 你看有的人啊 可以得到生命 永恒的生命 信耶稣得永生 有的人啊 现在又有离开 太可惜 他不会这样 刚刚好 他这个人啊 佩德 他站在门口 谨守 谨守 我们信仰要谨守 不可以预警 所以表达得非常好 而生命是从神那里施下来 不是你自己啊 自己可能也不会求 很多人连求都不会求 但是这个苏联妇人是满足了 心灵里头有满足 所以第一次说 我安居无事 而生命是从神那里 直接就赐给他 借着神人以利沙 说明年这个时候 你要抱一个儿子 他不敢相信 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 不要欺哄悲女 不要欺哄碧女 或者悲女 都一样 不要欺哄我 相安无事 没有欲望 有神就好 有神 真平安 这个是第一次 第一次 安居无事 果然十七节到了明年 那个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与丽莎所说的 神人是不会欺哄人 不会诓骗 是真有其事 是从神来的恩典跟夫妻 十八节 孩子就会长大 有一天 父亲跟收割的人在田里 他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生病了 生病 赶快送回去 到母亲那里去 二十节 仆人把他抱去交给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中午他就死了 太可怕 这个事情行天霹雳 一般人 呼天抢地 哎呀怎么这样 神人怎么这样对我 神啊你怎么这样对我 我根本没有求 哇 讲了半天 再怪了半天 这样怎么可以得恩典福气呢 对不对 我们想想 我们应该啊 用什么态度 用什么态度 对神 怎么样 对人 对不对 现在看他第二步 第二步 平安 心灵有没有平安 注意看 二十一节 他母亲就抱住他上楼 把他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没有说他祷告 但是他知道该怎么做 二十二节 呼叫丈夫 赶快叫个仆人 给我千条驴来 千匹驴来 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 就回来 你看 他讲的话很清楚 我去了会回来 丈夫也不是随便的 丈夫啊 有在管家 他怎么知道的 丈夫说 今日不是月说吗 才月初呢 又不是安息日呢 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 你看 他问得 很清楚 所以做人啊 头脑要有条理 逻辑要正确 什么是重要 什么不重要 不要搞不清楚 信耶稣不要信的 和礼物图 跟人家扯不清 条理清楚 逻辑正确 所以呢 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 妇人说 平安无事 这个太太怎么这样回答 第二个平安 第二个平安 儿子死了 第二个平安 平安啊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我就马上就回来了 相信我 平常就相信他 所以一个人 他平常就要让人信赖 他不会搞鬼 他不会贪小便宜 他不会乱七八糟 他不会给我搞问题出来 所以这个家实在是何乐啊 新年书人的家 何乐无事 平安无事 平安无事 第二个平安 不会管他了 不会去监视他了 怕一个什么 去监视他 没有啦 没有这样 二十四点 二十四点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你就不要 慈慢 快快 妇人就往 加密山去见神了 他就是要去见 伊丽莎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一个有真平安的人 他的心 一直笃定在天上的神 一直在仰望着他 就是那个目标 生命的源头 从那里来 所以我这个儿子 才会生出来 从那个生命的源头 下来 现在我的儿子死了 我要去找的是那个源头 生命的源头 别人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生命 别人是没有办法的 每个人都这样 不是只有他 但是他是 把那个注意力 整个的心 专注在天上的神 所以他要去找 生命的源头 而人 平安 我跟你讲 害你不平安 所以我 我在找 找那个 应该给他表达的地方 是哪里 神人远远就看见他 对仆人说 吉阿西说 看啊 苏联的仆人来了 他怎么会来呢 今天又不是什么 敬拜的日子 26节 你跑去迎接他 问他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你看神人注意的全家都给他照顾了 何家我都关心了 一个牧羊羊羊的人 或者说 你在教会 担任什么职务 你怎么样关心到周全 周全的地步 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多平安 多平安 碰到吉阿西啊 你看 这个圣洁的妇人 很清楚 这个事情 在吉阿西那里 没办法完成 我的目标 要达到神那里 我们今天很多人 就找传道就好了 我找传道 传道怎么 帮我祷告都没有用 他要怪传道 其实传道也没有办法让他怪 是神有没有答应 就这样 神没有答应 搞半天 把大家都搞乱 吉阿西这个时候 也没有做坏事 但是 苏联的妇人 那个品质极高 我们信仰的品质 就是要像这样 步步高升 越来越好 像这样 所以 他说 平安 这是第三个平安 第三个平安 我们的心灵 有真平安吗 我刚才一步一步走来 走了三步 二十七节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我啊 到了目的地 抱住神人的脚 哎呀 这个绅士 本来是站在门口 怎么现在抱住神人的脚 有问题吗 不要用表面来看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等一下 你慢慢看 你要看着深度 看到他的心灵深处 这个 妇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绝对无关于情欲 所以啊 他才有真平安 你知道吗 好 抱住神人的脚 加息前来 推开 要把他推开 你看 这个仆人做的动作 也是正确的 但是神人说 由他吧 因为他心里愁苦 耶 耶和华有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 神人呢 还是圣洁的神人 他没有受到什么 诱惑 他说啊 是神向我隐瞒 而我一看 他心里愁苦 心里愁苦啊 才会这样 他不是什么 人家说的抱佛脚 不是这样 他抱着神人的脚 是期盼 从这条路线 去到神那里 而且 他是心灵愁苦 无关情欲 有关情欲 问题就来了 这件事 就不美好 恐怕不能达成 二十八节 妇人到这个时候 才讲话 他讲的话说 我何尝向我主球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他话跟原来一样 不要欺哄我 我平安无事 安居无事 我平安就是平安 但是你 给了这条 从神那里求来的一条生命 这条生命 搅动我的心 搅动我的心 以利斯 二十九节 以利莎吩咐 吉亚西 你束上腰 手拿我的杖前去 若遇到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杖 放在孩子的脸上 好 你看 神人 所讲的 做事的方法 是完全正确 当你在做圣工的时候 就像这样做 旁边有的人 就吵杂 讲一些 闲言闲语 或者 或者要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你是不错 但是 恐怕 阻碍了 你做圣工的心 所以他说 路上 不要沟通 不要沟通 直接 做事就是 达到那个目标 把我的杖 放在孩子的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你看 孩子的母亲很厉害 我还没有 达到神面前 我一定不怕羞 你看 这个叫做迫切 迫切祈求 迫切祈求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 去世 我必不离开你 这件事还没有了结 还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我的儿子还没有 护活 还没有 生命没有回来 于是 伊丽莎起身 随他去了 你看 这样的 请求 伊丽莎 一定要尊重 一定要去 我们天上的神 在听我们祷告 你有没有迫切 有没有用心 你的程度到哪里 一直看 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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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不来 你在求圣灵 没有认真 没有用心 不够信心 我就知道 不给你 还不给你 不给你 你继续求 这样 所以 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苏联的妇人心灵神处有真正的平安 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他该求的 该跟神 密香气的部分 很好 一百分 三十一节 吉阿西先去 没有用 把脏 放在孩子脸上 没有声音 没有动作 吉阿西就迎着 伊丽莎回来 给我说 孩子没有醒过来 配得不配得 属灵的程度够不够 神在看 看你恩典够不够 属灵的恩典够不够 如果求属事的 还在其次 要求属灵的 生命的 这一方面 哇 所以啊 信耶稣啊 程度有没有提高啊 有没有提高 常常都还是一样 还不能达到神面前 还跟人不能和睦 不能和睦 不能够密香气 与神密香气 与人密香气 哎呀 这个应该要 好好的研究 好好的研究 有一天啊 一定会达到 那个水准 主耶稣会爱我们 好像苏联的妇人 心灵深处 有真正的平安 所以啊 哎 以利沙就来了 三十一戒 进了房子 看见孩子 是死了 没有错 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关上门 你看 关上门都重要 很多人都没关上门啊 就在那里啊 大朗大叫 外面的人啊 都知道 在干什么 哎 这个教会 教会一定要关门 关得紧 但是与神密香气 在开门的时候 生命就来了 你知道吗 等一下 生命就来了 所以一定要关上门 关上门做什么 祷告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他就祷告 很专心 很用心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祷告耶和华 上床 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软活了 这个是全心全力 全心全力 整个密香气 祈求 祈求 哇 这把自己都附上了 我们做事情要这样 祷告 带祷 为什么有的有效 有的没有效 有人啊 替你啊 十分的怯导 迫切地祷告 带求 有人在为你祷告 哇 不是唱唱 唱唱就算了 唱了也感动 听了也感动 但是呢 有没有达到效果 还要看神那边 有没有带个章 通过 就这样 有通过才行 没有通过不行 所以啊 我们看了 感动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软活了 三十五节 难道他下来 在屋子里面 来回走一趟 又上去 浮在孩子身上 一次不够 还有第二次 果然孩子打了七次的喷嚏 里面的晦气都出来了 死亡之气 晦气 脏东西都出来了 七个喷嚏 表示完全里面的毒物都出来了 就不再有这个 不再有这个 Omicron 来伤害人了 这样 就打开眼睛 三十六节 以利沙就叫 吉哈西 你叫这个苏联妇人来 于是叫了他来 以利沙说 把你的孩子 抱起来吧 妇人就进来 在以利沙脚前 俯伏 我懂得感谢 难道呢 抱起儿子出去了 神迹结束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苏联妇人 经历了生命的历程 我们信耶稣 是要生命更丰盛 达到永生 绝对不是其他的问题 有的人说 你们那个信耶稣 气氛很好 我的孩子送去 教会 宗教教育 也对啦 他不太认识 就这样 越来越认识 才知道 是要把那个孩子 教到有事情 有关生命大事 一定要提到神那里 去祈求 所以 这个苏联妇人 是经历了 生命的历程 太伟大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 生命的历程 才来信耶稣 受洗赦罪 灵命更新 祷告 圣灵充满 时常 与神密香气 不要啊 只会 搞得乱糟糟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不好 与神 与人 都要和好 这个是重点 讲完了吗 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如果你突破了生命的经历 哎呀 你的信仰啊 就自由了 就可以飞翔了 可以飞起来 你知道吗 怎么样呢 你知道 看第八章 第一节 苏联户人的记载 除了刚才那一段 就是这一段 没有在其他地方 八章一节 这一段讲什么 面对生活的经历 刚才啊 已经经过 是经历生命的历程 经历 哇 非常苦啊 这个生命 没有啦 要一直求到复活啦 得到生命 回来啦 所以你看 他经历生命的历程 现在要面对 生活的经历 这一段在讲什么 我们来看 一节 以利沙曾对那个救活 他孩子的那个妇人说 就是苏联妇人 你要你的全家要起身 往你可住的地方去 因为耶和华命饥荒 降在这第七年 你看 佩德 谁佩德 神就给他 主耶稣就祝福他 这个地方要饥荒了 还不快跑 不知道呢 不知道这里要饥荒 多久 七年啊 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神好伟大 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你佩德不佩德 佩德知道嘛 佩德知道 他就跟你讲 这个地方哦 七年饥荒要开始 快走 你可以去哪里 随便你 大部分人家呢 很厉害 大部分人家要逃到哪里去 都方便 但是不知道逃 才是问题 好 七年晚了 好快 好快 七年晚了 三姐 那夫人从菲律师地回来 啊 他跑去菲律师地 对吗 好像跑错地方 怎么跑到菲律师地 那个是敌人耶 敌人耶 跑到敌人的地方去 哎 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好快 那夫人回来了 啊 佩甘回来 感谢神 感谢神 他就出去 为自己的房屋田地 哀告王 啊 他的房产已经被霸占 所以他就去找 找王 我的房屋田产 被霸占了 哎 王认识他吗 一个老百姓 我不知道呢 你也没有 给我什么 金元 我这个王啊 也没有受到你的好处 我理你啊 是不是 这几年你跑哪里去 现在跑出来 还要 还要 申诉 说你的房币 房产被人家抢走 不理你哦 对不对 我受苦的时候 你又没有跟我受苦 也没有来自怨我 对不对 但是第四节 那时王正跟仆人 神人的仆人 吉阿西 为着 在讲什么 说话 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 我们这里面 我知道国内那个以利沙先知啊 很厉害 神跟他同在 什么事他都做过 连生命都有复活过 第五节 吉阿西告诉王 以利沙如何是死人复活 刚好在讲这一段 恰巧 恰巧 你看看 前面是不巧 房屋天产 被抢走 不巧 不巧 很不巧 现在是恰巧 所以不巧到恰巧 这个厉害 不巧到恰巧 这个人佩德 苏联的妇人 佩德 恰巧在讲这一段 那个妇人 刚好来为自己的房屋天产 爱告王 吉阿西说 国主我王 这就是那个妇人 就是讲着他的孩子 从死里护活 那一段神迹 那神迹太伟大 哦 是这样 第六节 王就问那个妇人 他要理会他了 这个王要理会他了 他就把那个事告诉王 于是王就为他 派一个太监 说 凡属这妇人的 都还给他 自从他离开本地 直到今日 他田地的出产 也都还给他 房地 还有出产 全部都归回了 那个夫妻满满 夫妻满满 你看看 当你 经历过生命的历程 你配得恩典 你在生活上 一无所虑 一无所虑 要遇到饥荒 神跟你讲 你跑跑跑 没地方跑 跑到菲律斯地区 你想到诗篇 有一章 有一句话 二十三篇 第五节 诗篇二十三篇 第五节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射延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被满意 这是大卫王的经历 今天 Copy Copy在这个苏联富人的生活上 好厉害啊 在敌人面前都不要怕 那还有什么可怕 在病毒面前 神也为你摆射延续 诶 确诊了 又好了 诶 我听说 谁也是这样 我太太说 你不要乱讲 我说 我好像有够一次 但是 我就祷告 好了 我那一次 是记得了 诶 喉咙好像 会痛 啊 干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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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鼻涕啊 不是鼻涕 是鼻水啊 轻轻的流 诶 这个就是症状 是吧 哈哈哈哈 我比你们先得 我比你们先得 我记得那一天 我赶快去翻 啊 那一天三月底啊 三月三十一 我在哪里 感谢主 他说 你不要乱讲 你讲了 你还看到你怕死了 我说 我 我 我就是见证 我见证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我先得 但是呢 过去了 一切平安 没事 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不要怕 先怕先得 我常常说 先怕先死 我们 没怕就 主要说 我们没死 我 感谢神 所以很奇妙 这个人 就是这个 他的孩子 死里都复活 啊 这是神所爱的人 所以 王 受理这个案件 受理这个案件 就 全部还给他 好棒 好棒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 这个苏联的富人 是不是 经历过 跟我们一样 而且更惨的情况 儿子得到 没有儿子 不能生 生命的问题 不能生 倒能生 生命的问题 生了以后 死了 又复活 生命的问题 复活的问题 信主的就是要经历 这个生命的患难 而且从死亡的边缘 又回来 是仰赖我们的主 所以他一定有真平安 后来遇到生活的历程 所以刚才 不巧到恰巧 不巧到恰巧 诶 好 简单 时间到了 我要简单来复习 这个人怎么得到 心灵真正的平安 因为从接待开始 因为 因为心里有神 所以懂得接待神 接待神人 所以敬虔的品质在心里 有心灵深处 有品质 有神 有品质 好厉害 你只要从这里开始 你自然会接待 接待神 爱神 你会接待人 周到的对待人 就从这样开始 神就给你安排一切 你的生命不够丰盛吗 你还生病 病得 病奄奄的吗 神要给你恩典 你就起来了 就这样 很奇妙 所以 你的心灵深处 真有平安吗 就这样 你不要先突破 生命的 这个重围 然后呢 可以得到生活的 很大的一个恩典跟福气 阿妹 唱诗 四百三十六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